不一樣 就是這裡 2到 我這邊是 原來是寫多少? 3233 可是如果你用3233有個缺點 就是將來如果你 又重新更新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他的這個數量絕對不會是3233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 因為這也是常常遇到 如果你寫固定 那將來如果資料增加 那豈不是你將來 又要再去改這個數量 比如他變成4000多 那你又變成4122 OK 那不是要一直改 所以如果你要一直有永逸的話 跟各位講 你可以把它改寫成這樣子 這個的寫法 Range A1 Range A 故意名思義 游標放在A1 然後呢 我如果要知道最下面一列的話 那這個是有點像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 Ctrl向下 那實際上Ctrl向下在VBA裡面就這樣寫 End End是邊界 XLDOWN是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就是顧名思義 向下 然後點Raw的話就是取得那個列 的數字 我大概 做一次給各位看 有點像這樣 我們剛剛不是A1放在這裡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Ctrl向下之後 他就會停在這一列 那實際上我們是取得這一列 裡面的資料 3233 那把它 返還到 那個位置裡面去 OK 所以 這個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將來如果你的資料會變動的話 那你當然就不應該寫成 剛剛那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寫這個3233的話 那我如果要這樣寫的 記得喔 1 游標放在A1 游標放在A1 所以你游標放在A1就是Range A1 這個可能 要記一下 因為這個 Range 錄製劇集蠻常出現的 那我們就寫這樣 然後 Ctrl向下的話 他的 這個 程式的話就是 其實也不用特別去背 你可以有個方法 你按下點 他會有個清單 你就只要打一個E 那你會出現他有END的 其實你大概記一下END 這樣子OK 然後選END 那再來就錢瓜糊 錢瓜糊之後的話呢 他會提示 你是要哪個方向 是向下呢 向左 還是向右 還是向上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如果要在一個範圍裡面 去追蹤 範圍的最下面的話 那就XL 這個L不是E 因為之前有同學自己打 打成E就錯了 那向下的話就XL down 然後後刮魂 那意思是說 我從A1 Ctrl向下 那已經到這邊了 請你幫我把這個資料 什麼資料 3233取回來 那怎麼取 你就必須透過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叫屬性 這叫RAW RAW的話呢 就是列了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其實這個 有沒有 屬性就長這樣 有沒有一隻手拿一個資料 其實就是資料 資料指的是 這個的 這個裡面的值 是多少 那什麼值 就RAW 那個列 他的列數是多少 那就3233 所以 這個敘述做完之後的話 他就幫你把3233這個值 幫你把它調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的結果 那就會是3233 那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這個資料變多 或者變少 它是會變動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寫法很重要 蠻多地方都要這樣 因為將來你們的資料 應該都會變動 有沒有 比如說如果你現在是一個 這個 這個競銷存系統 那當然也會有進貨出貨 那一定會變動的吧 OK 買賣比如說進貨出貨 銷量等等的 那當然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好 那這個最好是可以記下 如果記不起來的話 可以看雲端 那一樣 底下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3233這個把它貼上就好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最後呢 還剩一個 就是如果假如說 我剛剛做的這個動作 做完之後 清楚 OK了 但問題是 這個是 這個是之前的劇情 所以我可以把它改 怎麼改 按右鍵 指定 我們剛剛寫的一個叫什麼 寫的那個叫做 區路接到公式 那我一樣把這個 上面的名稱 複製一下 按確定 那把上面的名稱改一下 也就是說呢 這個按鈕 可以改 拿之前聚集的 拿來修 這個也是要按右鍵 那怎麼改 重新指定 按右鍵 就是可以重新指定 那指定到我剛剛寫的那個叫什麼 不用清除去 用清除 然後名稱的話呢 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清除 這樣就OK 清除 好 那就兩個 這個一樣 輸出 這個的話呢 就是清除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 有一點 比較 慢一點 因為它總共跑了 3200多次 所以 變成說它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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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基本上 速度雖然有一點點慢 但是 還不至於說 慢到無法接受 它一直在轉圈圈 大概 一秒兩秒鐘左右 OK 那最後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話 其實我之前講過 就不是輸出公式了 因為如果你輸出公式的話 變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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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丟公式 然後它裡面 出生格裡面就放 一個 兩個 一個 兩個 它是這樣一個 兩個 一直放 所以它等於放6000多次 OK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 最後一個 我不希望說丟的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的話 怎麼寫 所以一樣 應該就把這邊 改一下 名稱也許叫什麼 就是SUB 後面沒有底線公式 然後直接把 上面的那個 負責貼過來 底線公式不要複製 直接按Enter 這個 也就是說我將來希望 多一個按鈕 不要公式 意思是說 我直接在那個什麼 在VBA裡面處理好 之後再丟 怎麼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一樣 我們直接拿那個好了 清除裡面的這個 這個 回圈直接貼過來 好 那我們第一個 這個先不處理好了 這個 先處理什麼 處理這個 依然裡面的話 假如說 那我今天呢 不要用丟公式的 像這個是丟公式 那我要直接處理完 直接丟的話 那一樣 在VBA裡面一樣 MID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MID 刮斧 那其實 這個 文山區 它裡面的資料 其實是從 它同一列 的 這個 這一欄是哪一個 居欄 同一列的居欄裡面 去切割 而得到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寫 這個先把它 這個清楚先把它run一下 把這個資料先清掉 也就是說 有點類似上面的寫法 但是我們是把它寫成VBA 那MID 第一個 我從同一列的 居欄 那你可以 把 儲存格 這個 這個Sales直接貼過來 然後呢把它改成居 意思是說同一列的居欄 我的資料來源是同一列的居欄 這什麼呢 第幾個字 所以痘點 它一樣會顯示出來 STOP 哪個字開始啊 這到底一樣 第四個字開始 痘點 LAX的話是幾個字 三個字 文山區 後瓜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VBA 假設 寫成這樣子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結果 有沒有 一樣喔 跟上面這個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這個MID 它隸屬於哪裡呢 隸屬於VBA 所以 將來你甚至可以在前面加VBA VBA點 有沒有 也就是說在VBA裡面也有個函數叫MID 它也可以幫你做一樣的事情 OK 那最大的差別 哪邊不一樣 你會發現 游標移到這個文山區上面 上面它出現的就是文山區三個字 可是如果你用剛剛的公式輸出呢 它就會是一個公式 那相對起來 其實用公式好處就是直接拿以前的你寫的Excel 公式就可以 但是呢缺點就是它的資料量會很大 像我們剛剛的一連串公式 你放在儲存殼裡面 你會讓這個Excel檔案變得非常的 的肥大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的檔案變得好肥大 為什麼 而且跑得好慢 道理就是因為你是丟公式 所以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說 我們換個方式來完成 那所以第一個 這個比較簡單 那難的在這裡 路接到 我們剛剛是用什麼 Find ifair 跟MID 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VPA 相對起來 其實就沒有那麼簡單 在那個公式裡面可以一行完成 可是 在VPA裡面呢你可以分很多行 只是要怎麼寫 這難度比較高 所以今天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那我大概敘述一下 首先第一個 Find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用那個 我們前方寫過 VPA 裡面有一個叫E3 瓜湖有沒有 那我講過 它的差別是 它的找的參數順序是 先去哪邊找 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是 這個儲存格應該是 就是 屈蘭 所以把這個屈蘭 去 你 幫我找一下屈蘭裡面 有沒有屈蘭就這個 地址 有沒有零這個字 所以先找零 這裡的話一樣 找個零 好 這樣的話 他如果有找到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第幾個字 所以這邊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 就是說呢 他會顯示為零 數字零 沒有 沒有就零 他return給你 所以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在VBA我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if 如果 如果什麼 這個找到的結果 不是 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呢 就是寫成小於大於 不等於零的話 然後做什麼 Then Enter兩下 在這個下面這一行 我們 其實理論上會 跟前面好像我們有寫andif 有沒有 有頭就有尾 然後呢 在裡面按個TAB鍵 做什麼 如果他不等於零的話 那我給他一個變數叫A A等於什麼呢 A就等於他 找 零的結果 那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有個判斷 如果你去找找看 在 地值裡面有沒有零 不等於零就是有找到 有找到零這個字的話 那你就告訴我零的位置在哪裡 把它記錄在 A裡面 OK 所以這個敘述是這樣 當然 這個 程式的話 你可以 有別的敘述方法 只是我發現 這樣的敘述方法應該是比較簡潔的 OK 好 可是問題零找完之後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 所以跟各位講 再找理 理怎麼找 很簡單 請你把這兩行 複製一下 再找別的話 跟各位講 也就是多重的邏輯 你就是在把 這個上面的 複製貼下來 把這邊改成理 OK 意思是說你再去找找看有沒有理這個字 如果有的話就幫我把理記錄在那個什麼 理記錄在A裡面 OK 但是特別注意 if的這個邏輯 它一個敘述裡面只能有一個 有點像是在論說文裡面 if第一個就首先 那下一個就其次嘛 所以如果其次的話在 這個邏輯裡面很簡單 請你在if前面加一個敘述叫else E-L S-E 叫else if OK 這個變 有點像其次 OK 如果你找不到零 所以上面敘述說 如果你找不到零的話 那就再繼續找理 那如果你再找不到理的話 再幫我找什麼 再幫我找那個 區 所以一樣的道理 怎麼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你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然後呢再貼到底下 back到前面貼上 很簡單嘛 把這個理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可以了 他這邊一樣改成區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A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另外還有B嘛 B的話是路接道 那路接道怎麼做 如果說你假設 這個已經寫完了 一幅到N的一幅 這一串 有個簡單的方法 請你把什麼 把這一串複製 貼到底下去 貼到哪裡 貼到它下方 然後改什麼 把這個零里區 改成什麼 如果找路 找不到之後的話 幫我把它 改成 有沒有 路 接 到 意思都一樣 所以其實跟那個 那 不過記得喔 存在哪個位置 這邊改一下 應該改了嗎 改成B B的話指的是 那個 路接到那個位置的 後面那個字 最後面那個字 的位置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有A有B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們要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話就是 Sales I列的 什麼呢 F欄 所以把這個改成F 我拿在上面複製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一樣嘛 密的 挖弧 從這個 這個裡面去抓 所以其實啊 這個裡面 甚至 乾脆拿這個來改都可以 這個來改 有沒有 只是說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什麼 零里區的下一個字 那就是什麼 A嘛 怎麼樣 下一個字 加E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 入接到那個字 減掉 零里區的位置 那就是什麼 D 減掉 A的位置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寫完了 那也就是說啦 把之前的公式邏輯 轉成VBA的邏輯 大概是這樣喔 比較關鍵的部分就在這裡 那我剛剛其實 結構的部分的話 其實慢慢修熟悉啦 也不用特別去背他 那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說if 如果 下一個邏輯判斷就 else if OK 如果還有的話就在else if 可以不斷去判斷 也就是說你可以做出很多的篩選條件 放在回圈裡面他就自動幫你跑完了 OK 好 那這個程式比較融長了 我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參考 最關鍵的時刻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有沒有辦法完成 知青 有不要放這邊 做出來的結果有沒有 也會一模一樣 跟這個的結果 另外不一樣的地方是有不要放上去 這個會是最後的結果 OK 清除的話把它清掉 那再跑一次給各位 你會發現呢 最後做完的結果 他跟剛剛這個丟公式 我把這個再複製貼過來 改一個 這個改一下 改成剛剛的那個 路街道 區路街道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改一下 改這個 那他跟上面最大的差別 我是覺得 執行起來 非常快速 用這個的話呢 會轉 12 3 4 5 5秒鐘 結果是這樣 那可是這個的話呢 瞬間完成 而且裡面只有放 一點點的資料 OK 所以相較之下 當然用VBA 比較精簡 那因為這個城市相對比較融長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 白板上面的 第 8E的地方 有沒有一模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參考一下 那今天 原則上就是把 這個 三個東西完成 然後存檔絞交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會有一個作業 第一個是 上個禮拜的函數 聚期 聚期就按下他 然後VBA 就是 輸出公式 然後清除 跟路接 這個驅路接道 總共三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原則上 一樣嘛 如果你擔心說 你這個有些細節 還是沒辦法 一下的聽懂 或者你回去在做練習的過程當中 還是不太了解的話 那我原則上 我會 把今天的錄影 找個時間 也許 原則上 大概 明天 以前 我會再把它 就是 貼到那個Portal的公告裡面 然後回去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 自己找個時間吧 把我剛剛講的那個程式部分 再試著做做看 那下一個禮拜我們會把那個樞紐分析表部分 把它 講完 那再來就是其中 其中 其中考試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我會採那個 交報告的形式 至於 這個形式 如何做 基本上就是 類似 用我們現在講的 這一套 東西 那請同學 換個 也許換個內容 自己找自己有興趣的 開放字 所以你也許啦 如果你想要 先做的話 你可以先去想想看 你對於政府 的開放資料 哪部分比較感興趣的 你找自己有興趣的 像我剛剛講的 你對那個交通案 其實我也蠻有興趣的 像之前同學 對租房子 附近哪裡租房子最划算 CP值最高 他就去找類似相關 然後把它畫成圖表 然後做成分析 統計一下 住在哪裡 相對是比較便宜 又 比較符合他的預算 OK 我想今天就先講 記得 最後存檔的話 記得 最後請你把它 另存新檔 存檔的話 記得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一定要啟用 如果你是 重新再下載 CSV 一定要啟用聚集 不然的話 你將來的 VBA的 程式 就會消失 OK 今天我們就 先到這裡 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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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